传说,在中国历史上曾爆发了一场神权战争 在这场战争之后,作为五帝之一的专须下达了隔绝天地的命令 后人将其称之为是绝地天通 大家好,我是盘同学 今天我要说的就是,神战的真相 在山海经,国语,尚书等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古籍文献中 都普遍记载了绝地天通,这个颇具神话色彩的事件 大意就是说在上古时期,存在着许多能够直通天界的高山 比如我们熟知的空龙山,乌宝山,苏州山,还有日月山,天蒙山,长阳山等 在一些没有除山峻岭的地区,则会有专门的神术代替高山 来作为天界与人界之间的沟通枢纽 比如传说中的剑木和扶桑神术,也就是三星堆中商清通神术的原型 可以说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会有一处类似于天梯的建筑 各部落的首领通过攀登天梯,感应天一的方式 向族人传达着来自天界的旨意 直到作为五帝之一的专区继位后,突然就下达了隔绝天地 是天上天下互不干涉的命令 这一事件就被称为是绝地体 然而查阅资料不难发现,这个极为冷门的上古传说 却普遍地出现在了各个民族的口头神话之中 一如苗族神话中的日月树,水族神话中的月亮山 另外还有瑶族,遗族,地宿族等 在这些神话传说中的高山和神树 同样也起到了类似于天梯的作用 而且同样也都是以天地隔绝来作为故事的结尾 为什么在这么多相对闭塞的地区 还会对这一冷门事件有着如此相似的描述和记载呢? 难道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绝地天通 真的存在过所谓的登天之梯吗? 人类最早期的社会组织并不是以国家或部落的方式呈现 而是叫做士族 所谓士族就是由一些从在血缘关系的人构成的社会集体 整个集体所创造和捕猎的各类资源 全部都按照公有之的形式来平均奉配 但问题就是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公平 总有人的付出和得到会不成正比 所以随着各类工具的发明 生产效率的提高 一部分比他人更有经验 付出更多 能够创造出更多产品的士族成员 就逐渐放弃了之前的奉配方式 他们凭借手中充足的资源 主要成为了士族内部的贵族家族 而那些缺少资源的士族成员 则只能通过依附的方式来换取自己的生存所需 这也就是人类社会最初的阶级 按照历史的剧本来看 生产力的提高 必然会造成阶级的分化 但阶级的分化 又会造成无休止的压迫和杀法 最终导致整个族群 陷入贵族压迫平民 平民推翻贵族的恶行循环之中 但作为士族内部的贵族阶层 该怎样才能维持整个士族的稳定呢 是依靠武力 还是依靠制造和狩猎的经验呢 可能都不是 根据我们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 和非洲原始部落的现状来看 想要维持稳定的士族统治 唯一的方法 就是垄断对于位置现象的最终解释群 这也就牵扯到了乌这一概念的游览 什么是乌呢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有参加过哄丧嫁娶的朋友应该知道 在一些我们常见的民俗活动中 都有着一套严格的时间标准 有着一套复杂的活动流程 人们不按照流程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但按照流程就要受止于 这些熟练掌握时间和活动流程的人 他们就相当于古代部落里的巫师 我们都是由某一种动物或植物衍生而来 而自己有着与这些神灵沟通的能力 这些祖先神灵庇护着我们的族群 所以我们要为他祭祀 把他们雕刻在礼器之上 我们要在特定的时间祈祷 在特定的时间出行 不管是婚丧嫁娶 还是房屋建造 都必须要按照神灵的指引 才能够避免各种天灾的侵袭 这种难以证伪 又无法解释的精神统治 赋予了士族内部更高的凝聚力 这些士族首领逐渐成为了神灵的化身 并因此建立了各自的图腾信仰 然而这一套在当时看来无懈可击的理由 却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作为巫师 作为首领 该如何才能让族人幸福 如何体现自己沟通神灵的能力呢 这就牵扯到了另一个我们熟知的概念 立法 所谓立法 可以简单理解为是通过观察天象 来划分时间和预测节气变化的手段 在当时的人看来 掌控立法的巫师 就是相当于掌控时间控制天气的能力 那他们是如何设置立法的呢 这也就引出了天梯的作用 在古代立法的设定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椰观天象 通过星象的位置变化 来预测天气或是占卜吉凶 第二种是立杆侧影 比较典型的工具叫做硅表 当太阳照相表的时候 硅上就会出现表的影子 通过观察影子的长短和方向 就能够确定节气 方位和准确的时间 而在山海经中被重点标注的天梯 大概率就是各族群的巫师 用于观察天象的地点 或是立杆侧影的工具 像我们熟知的皇帝 炎帝 翠尤等各部族的领袖 基本也都坚韧着巫师的职能 对着关于其制定立法的记载 而那个曾经追逐日影的夸父 可能就是一位试图制定立法的首领 从这里来看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之后的古蜀文明 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神术崇拜 为什么在如今的不少地区 还依然存在着祭祀高山的传统 这种由垄断为之现象 所建立的巫术统治 曾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这个人就是轩辕皇帝 再坚固的信仰 也不能延缓天下大势的走向 在皇帝时期 各士族之间 开始频繁地出现兼并战争 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一局面 士族和士族只能通过联盟 或者是被其他士族兼并的方式 组成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的部落 然后再从部落合并成为部落联盟 在上古时期 至少有三大部落联盟 分别是生活在黄河中有 关中平原等地区 以基姓、江姓为主的延黄部落群 和生活在淮、寺、长江下游等地区 以丰姓、银姓为主的东夷部落群 还有生活在丹水、汉水 长江中游一带的苗蛮部落群 在皇帝与版权祭拜炎帝 成为延黄部落首领的同时 东夷部落联盟中 也出现了一场惊天巨变 东夷部落的首领叫做绍号 因为其图腾主要以鸟缝为主 所以也叫做百鸟之王 在国语中记载 即绍号之衰也 在皇帝有所带领的九一部落 逐渐取代绍号 成为了东夷部落联盟的实际掌控者 并与宣言皇帝的华夏部落 也就是炎黄部落群 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独鹿之战 最终九一部落战败 皇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首位天下攻击 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在皇帝时期 不管是士族与士族之间合并组成的部落 还是部落与部落之间合并组成的部落联盟 都是为了应对战争的被迫举措 这就像是后来的封建王朝一样 只要还存在着外部威胁 联盟或王朝的内部就能维持稳定 可一旦失去了外部威胁 这种临时水晨的联盟关系 就会变得脆落不堪 在逐落之战后 虽然不同的士族已经合并成为了部落联盟 但大部分的士族 还依旧保留着各自的祭祀传统 在国语中将这一现象 称之为家为无始 无有要制 稀想无度 民生同位 意思就是说 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祭祀出现冲突 每个士族或士族联盟 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立法体制 所有的人都崇尚祭祀 一时间各种入住泛滥成灾 投机者依靠近神之名大器敛财 原本肥沃的土地都开始变得荒芒 更重要的是 这种秩序上的混乱 又会导致祭祀这一庄严肃末的行为 逐渐失去了其本身的权威性 以巫这一活动作为统治基础的体制 已经渐渐出现了崩坏的迹象 因此在宣元皇帝去世后 成为新的部落联盟首领的专虚 才决定割出所有部落祭祀的权力 这也就是所谓的绝地铁拓 换句话说 曾经巫师依靠神权掌控族群 而现在专虚又依靠神权掌控天下 这样继维护了以巫作为统治基础的体制 又进一步提高了统治的稳定性 和权力的集中性 因此在专虚之后 巫这一角色开始变得瑜伽集中 并且统治者也不再兼任巫的职能 而是单独为其设立了一个官职 有了专虚时期的崇离 姚盛时期的西河 商周时期的乌贤子 而专虚绝地天通的主要方式 就是垄断立法的权力 为所有的部落 创建唯一且必须要遵守的立法 于是专虚就赋予了崇离二人 观察天象和立竿侧影的权力 而他们所创造的立法 就是古六立中的专虚立 后来为了纪念这一事件 周朝和秦朝所创建的立法 也都延续了专虚这个名称 自古以来只要出现改制 就必然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 从而引起团体内部的斗争 同样专虚地的改革 也直接引发了一场 发生在上古时期的最大浩劫 我们将其称之为 贡州省前南州的山水之间 居住着一直被称为水族的古老民族 自古至今 水族人无论是婚嫁出行 还是祭祀生产 等日常生活习俗 都要参考一本名为水书的古籍 简单来说 水书就相当于是水族人的立法 而仅有的几位 能够看懂水族文字的水书先生 而被人们称为是能与神灵对话的人 就像是曾经部落中的巫师一样 水书所使用的文字 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汉字体系 虽然它也是一种仿汉字 但却是用反写 倒写 或者是改变字形的方式来记录 就像是在故意隐瞒什么信息一样 那水书的作者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根据水书文化专家 伟章炳先生的研究来看 水族很有可能就是贡公的后裔 也就是与专需争帝 最终撞断不周山的那位部落首领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 贡公应该是一个官职的名称 后来由这个官职演化成为了一只士族 而这只士族 可能就是包括水族在内的多个少数名称 我们都知道义有三本 分别是连山 归藏和周易 传说连山义的作者为神龙士 而贡公部落有属于炎帝神龙的风支 连山义主要是由梗卦为主 如山之连绵 所以叫做连山 而恰好水书中的八卦 正是以梗卦为主 分别是立山 凤山 对山 尖山 干山 耿山 整山 亨山 相当于周易中的离卦 坤卦 对卦 前卦 坎卦 耿卦 正卦 寻卦 另外在1942年出土的《战国楚博》书中记载 共公跨部时日 有霄有昭 有昼有昔 意思就是用十天干来继日纪念 以阴历九月为岁首 但专需的历法 却是改革了皇帝时期班型的条例 以阴历十月为岁首 而恰好这本水书就是以阴历九月为岁首 除此之外 在陈锋涛先生的论文中 还提出了这么一个思路 他说在水书的文字中有这么一个字符 与专需的专在字形上极为相似 这个字符在水族文字中 代表着大皇与灭蒙的意思 这一点与专需的改革也能相互对应 根据以上的解析 在结合管子中共公之王 水处省之七 陆处省之三 成天使以爱之天下的记载来看 大概是在专需颁布命令的不久后 共公部落曾与其爆发了一场战争 之后退居到了不周山这个地方 水势来抵抗专需的进攻 最终因损坏了不周山 导致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洪水之灾 甚至就连南洋彭地和淮河流域 都受到了洪水的影响 使得中原彻底断绝了 与南方地区的联系 此战之后 共公部落的立法被专需力代替 因此就有了天柱蛇 地围绝 天兴西北 或日月星辰一烟的记载 也就是天梯断绝 立法换代 而残存的共公部落 则只能不断向着南方迁移 以一种极为隐晦的方式 保存下来了丢失的公公立法 这本立法也就是如今的水书 当然以上内容 简单代表我个人理解 如有错误 也感谢大家指正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